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因為新冠疫情的肆虐 全球的旅遊夜市一片蕭條 講到旅遊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喜歡到處去走走 去看看世界各國地理環境的文化 觀賞建築流傳下來的文化 以及人文風情的文化 文化帶來了除了觀光經濟上的實質效益 文化同樣也是自己國家能夠讓全世界看得到的軟實力 太極門就是一個非常難得在現今高度科技發展社會中 難得保存下來師徒相傳的中華武術修行門派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傳統武術門派裡頭的立以美跟武德的傳承 師徒是中國古老傳統文化傳承的一種特別方式 在師父的身上有著代代相傳的智慧 神系家族師兄姐在師父的代理下 鍛煉身體修心養性 把太極文化傳承下來 2017世大運在全民熱情支持下 凝聚了全民的心力 開幕當天第一個表演節目是 太極門太極陣 新傳傳新 讓全世界看到風靡全球的氣功武學藝術 在世大運舉行期間 神系家族特別籌辦了一個大型的運動大會 在這場空前盛大的和平饗宴上 難得一見的太極門龍鳳神谷 以及凝聚全球和平心願的世界之愛和平中 出現在體育場上 在全場觀眾摒棄凝神的寧靜祥和氛圍中 舉行太極門民中祈福儀典 為世界和平祈福 太極門 民中祈福儀典 一點開始 恭請太極門掌門人就位 恭請掌門人接連 示意 榮榮清天 祥雲步 雲雲昌生 祈安平 善人本性 常祝心 愛與和平 終生傳 太極門民中祈福儀典 循著古禮依序進行 古音悠遠的語唱 古音悠遠的語唱 和平 和平 終生傳播還語 當場中古齐鳴 和平經中的終生 在天地之間響起 把人類最終極的運動精神 愛與和平 散播出去 今天看到太極門的表演 內心非常的感動 太極門在思惠人島之下 走到五大洲 帶著金鐘 敲響的金鐘 心難愛與和平 這樣的理念 可以傳到全世界 代表台灣人 有多麼的善良 代表我們每個人 是多麼的喜愛 把關懷跟愛 跟和平的理念 散播到每個地方 我覺得太極門 對我們整個人類社會的 這一種正向的 很好的示範 跟一種藝術 非常正面光明的這種力量 實在是功不可沒 功德無量 這個展演 確實非常的棒 令人感動 太極門弟子這樣 確實看得出 是已經拋開自我 然後全心全意的 要把我們的武術界的精神 武術的精神 要在這裡展現 我們的武術武德 然後同時也是代表台灣 展現給我們國際上的友人來看 同時也為我們台灣的武術界 做了非常成功的詮釋 我覺得真的是 大家充滿了正向能量 然後不論是太陽多大 大家都神采奕奕 那這個充分展現 我們平常練功的這個實力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事多紛亂 那許多人都覺得憂心忡忡 那看到我們太極門這位師兄師姐 那種昂揚分發的這個精神 就覺得說真的是充滿正能量 還是我們台灣 我們非常難得的一股力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太極文化音樂流長 那當然呢 我想武術是其中的一部分 舞蹈也是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透過我們很高興呢 太極門能夠把這個五部術 還有一些的舞蹈啊 一些的文化呢 留存下來 那我覺得說台灣呢 其實是保存太極文化 這個完整的地方 其實也是讓世界各國 驚豔的地方 那大家繼續加油 當我們向天地許願祈福時 向天看齊 學習上天的寬廣無私照護萬靈 向地領悟 學習大地無限的包容接納萬物 神器家族透過祈福儀典 希望進化世人心靈 同時也期許人人點亮新燈 展開行動 與世人共創優質人生的和平境界 開年吉祥月 元旦展新曲 迎接2022年神器家族 祝福大家元旦快樂 看完影片 大家一定很讚嘆 能夠做如此棒的文化傳承 大家應該也非常想要了解 到底是怎樣一個門派 能夠培養出如此優秀的武士展演 太子門禮如此優秀的文化中 講的是有倫理 有道德 追求愛與和平 所以就不斷孕育出我們台灣最棒的卵實力 因為讓老人家身體健康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 它讓年輕人懂得孝順愛國 在工作崗位上做個好老闆 好員工 接下來我們就來聽一聽阿良阿公 和年輕詩吟小姐的分享 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已經七十好幾 人生已經做了一大半 本來對自己笨重不變的身體已經不抱希望 很榮幸的經由子女的推薦 我進了太子門練功 讓我找回輕盈健康的身體 我們的法稅體系真的很奇怪 法院明明判無罪 無欠稅了 國稅局也將五個年度自己都歸零了 怎麼 可以只有一年硬要扣稅 把我們的修行道館 議定地 違法拍賣 強行收歸國有 這樣無法無天的行為 蔡總統 你是不是該出面來為我們主持公道 活了這麼久 我一直深信民族自由法治得來不易 所以真的不能讓這些無良的官害了台灣 害了我們的子子孫孫 所以請蔡總統拿出破例 終止這個錯的離譜的迫害 嚴懲違法濫權的流氓官僚 還太極門師徒公道 將修行聖地歸還給太極門師徒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請詩雲小姐來分享她入太極門的所見所聞 線上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叫詩雲 是一個家室設計的從業人員 我體會到從用心了解客戶的需求 到完成客戶的服務 建立良好溝通 是一件增加彼此信任的重要過程 相對的人民與政府不也是要有一定的信任感 才能讓人民與政府更團結 讓國家可以有更長遠的進步 因此也想說說在太極門親身盡力的真實感受 感恩台灣還有太極門這個好地方 讓在社會打拼的我們 可以藉由單純的環境在沒有利益糾葛的情況下 像朋友般甚至有如家人的相互關心 彼此可以聊天、談心 與師兄姐一起交流、成長 真的覺得很慶幸 也因為很珍惜這麼一個地方 也讓人難過與不捨的是在109年的8月21日 國稅局硬生生的將我們的修行道館預定地奪走了 在96年的7月13日 最高法院都已判決無罪、無欠稅、無詐欺 為什麼國稅局還要如此作為? 難道國家法律不是用來維護公平、正義的嗎? 懇請蔡總統用您的智慧主持公道 還太極門清白 歸還我們的修行勝地 讓真正做錯事的 濫權的官員得以受到言成 謝謝大家 聽完阿良阿公跟師盈小姐分享 大家應該會很納悶 為什麼他們都講台灣政府搶奪名殘 接下來就讓大家來看看太極門事件的始末 我從來都沒有討論過 我為什麼還要去多少 多少繳一點的稅 經濟部認定我的股票是技術股 財政部怎麼可以把它反成心之所得 然後要我四百多萬的稅 買賣不成立 結果國稅局把之前的稅全部架在我身上 如果在死亡邊緣 國家還不放過我 我一條交給人命連我 還求我也沒有辦法 做生意已經很不好做 還要在這種稅務恐懼當中 國稅局要整你的話 你就完蛋了 所以感覺就是 一個人被扒了很多錢 好幾次都想從我住的酒樓跳下去 我幾乎對這個政府書記信心了 歡迎收看您應該知道的真相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 依法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 但是當政府的課稅不公不義 甚至違法課稅 人民該怎麼辦呢 太監門氣功養生學會的稅案 被許多法稅專家形容為 台灣稅法史上的二二八 因為這可以說是受害人數最多 規模最大的稅務冤案 歷經了長達二十四年的禅宋抗爭 政府跨部會的協調 無數的法稅專家學者的聲援 但最後太監門的土地 依舊被強制收歸國有了 這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對太監門數萬弟子來說 有如噩夢般的二十四年當中 究竟有多少官員的濫權獨職 和醜陋的內幕呢 為您揭開您應該知道的真相 為了績效 可以查工強行拍賴 讓權威法的最難自信人民的財產啊 天生有天 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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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監門的稅務案件 本來就是無中生有的案子 太監門從五十五年成立到現在 從來就沒有要繳稅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產生就六個年度的稅單 就是當初活寬人的刑事冤案的迫害 國稅局的發單課稅 也是依照侯寬人濫權違法的起訴書 照抄裡面的內容 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調查 就發單課稅了 所以他當初一共發出了六個年度的稅單 可是這六個年度的稅單 到今天經過刑事法院三審的判決決定 經過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決定 都已經認定太監門不是補習班 禁私禮都是贈餘的地址的禁私禮 不是補習班學費 所以太監門根本就沒有稅單 也沒有納稅的問題 刑事不稅定面 也就是慶祝是完全不實的 也就是說你完全沒有拒證 在完全沒有拒證之下 所割的合法的稅單 當然是不效的 它應該要主動的來進行 然而國稅局當年依據 檢方不實起訴書 開出的六個年度稅單 並沒有撤銷 甚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新竹分署還強制執行 拍賣太監門位於苗栗山區的 太監門道場預定地 王法裁判怎麼可以執行 這個就當你明明知道說 這個死刑犯這個判決是冤案 你硬要把人家抓去槍斃的道理 是一樣的啊 你不幫他平反你國家就有錯了 你國家還錯上加錯 還把人家殺了 我們還是要強調就是 太監門的的確確不是補習班 早在86年教育部就說 太監門不是補習班 89年公聽會上再次澄清 太監門的的確確不是補習班 96年刑事三審確定 太監門無稅務問題 101年到102年 財政部重合覆查決定 也承認太監門不是補習班 事實上 107年度最高行政法院再次判決太監門勝訴 再次明確認定太監門並非補習班 而是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不需繳稅 國稅局因此陸續將 80和82到85年度的稅單更正為零 卻唯獨81年度沒有更正 仍然以補習班課稅 理由是81年度的稅單 行政法院已經在95年判決太監門敗訴確定 問題是太監門刑案在隔年才三審無罪確定 行政法院搶先做出的判決結果根本背離事實 整可繼續被採用 他認定事實錯誤嘛 他把太監門當作是補習班嘛 所以這個認定事實錯誤 這個適用法律就錯誤嘛 所以這個法院的判決也是一個枉法裁判啊 原本應該是讓人民能夠尋求救濟的行政法院 竟然也枉法裁判形同虛設 事實上太監門81年度的稅單會敗訴 正是稅務和司法單位一連串的謊言 官官相互甚至違法亂計的結果 違法亂計的結果 開監門針對六個年度的稅單提起行政訴訟 竟然唯獨81年度遭分裂判決敗訴 過程充滿荒謬之處 當中包括了一個不符合程序正義的重大瑕疵 就是從一審到二審甚至申請再審 都由同一位法官黃淑林成審 這已經違反法官迴避原則 黃淑林法官 他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接到了這個案件 他因為是受命法官 所以他也有準備程序 然後他也進入了實質的調查 結果後來因為怎樣 因為職務調動 他到了最高行政法院 至少我們人民怎樣 有那個機會去申請與迴避對不對 在太監門案件有沒有可能 完全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最高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 有沒有在開庭啊 完全就是在書面秘密審判嘛 所以甲羅安店好像鬼打牆一樣 都同一批人怎樣 在那邊繞 在那邊轉 救濟程序必須是要完全不一樣的法官 那你在這裡跨兩個層級 你如何公正 告訴我 什麼公正法 除了法官違反迴避原則 嚴重侵害太極門的訴訟權之外 更離譜的是 在行政法院審理過程 國稅局竟然還涉嫌隱密證據 他發了一個盤 然後請他抽到的地址 然後來問說 近世紀的性質是什麼 回收的有206份 全部都說是贈餘 全部都說是贈餘 可是沒有想到 台北國稅局認定說 只有9份是贈餘 中區國稅局認定 只有5份是贈餘 後來監察院針對這件事情 做調查的時候 台北國稅局竟然說 沒有 全部都是學費 全部都有對價 都是鄭宇啦 鄭宇性質 這方面也是 國稅局的謊言 立刻遭到打臉 民國99年6月17號 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上 太極門弟子出示了 全部表明禁失禮是鄭宇的寒查表 作為證據 讓財政部和國稅局都啞口無言 現在人都在這裡資料 要提供給你看 整圖都忠實 那你們明明知道 這個已經是錯了 你們以前講的 好像有點疑問了 你們還要一昧的錯 這樣是不好的啦 請財政部 在兩個月內 對於本事件 盡速做一結論 如果中期國際 簽上來 簽上到財政部來 因為中期國際 讓他一個局 承擔責任也不好 那簽上來好不好 我們就照著剛剛這個 這個次長的這樣的一個說辭 那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中期局的這個意見 那麼簽請財政部 就是撤銷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撤回是吧 好那我們就 由我們中期局 正式簽到部裡面去 公聽會後一個多月 財政部發函給多位立法委員 表示已經要求中區國稅局 以稅捐基增法第40條撤回執行 中區國稅局也在四天後 行文當時的新竹執行處 要求根據行政執行法第9條 第三項彈書停止執行 原以為太極門稅案解決 終於露出曙光 沒想到一拖又是超過十年 直到今年5月5號和7月23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兩度發函中區國稅局 要求唯一沒有被更正為零的 81年度稅單 應該與其他年度做一致性處理 但如此白紙黑字 國稅局和行政執行署 依舊視而不見 為什麼如此明顯有重大疑義的稅單 國稅局和行政執行署 卻寧可無視法院的見解和人民的抗議 堅持不願意停止執行呢 許多的法稅專家學者合理懷疑 這背後恐怕和目前存在的 稅務獎勵金制度脫不了關係 你是我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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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我的眼 為什麼 大家去幫我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人在逃漏稅 有獎金嗎 最高480萬 為何這個烏龍稅單一直開下去 一直沒有辦法撤銷 那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應該就是包括我們講的 就是稅務人員有所謂的稅務獎金的部分 你們可以到監察院的網站去看看 我有7點的糾正 每一個糾正的時候 國稅局就說 我們弄錯了 我在100年的時候 我就跟財政部長講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結案的 他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個獎金我拿了 然後呢 要扣稅也是扣你們的 2020年3月5號 剛剛那是2019年 現在是2020 每年都要討論要分錢 一年之後還沒有忘掉 所以以後要績效要二分之一 一人分一半 今天異務人同時 和知不動場 發派程序與合法程序終結 太極門案已經被監察院列為 國家重大人權保障案件 但諷刺的是 就在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 8月1號正式成立前夕 太極門位於苗栗山區的太極門道場預定地 仍然遭到強行拍賣 甚至在8月21號二拍流標之後 直接被收為國有 而且 國稅局和行政執行署 就能坐領巨額績效獎金 堅持到底 堅持到底 太極門稅案糾纏迫害人民長達24年 在當今政府高舉人權大旗 立促轉型正義 司法改革的同時 是不是真的有足夠的獲利 來終結這場經歷了四位總統 都無法落幕的冤屈假案 反太極門師徒一個公道正義呢 還是 會讓這充滿官員違法 官官相互的荒唐鬧劇 成為台灣人權史上的汙點 一笑國際的大笑話呢 違法官員告上庭 太極門遭受迫害的事實 在土地被收歸國有之後 已經真正坐實 一件冤案人民卻救濟無門 這是嚴重的不公不義 侵犯人權 雖然太極門案是源自於 舊政府舊制度的遺毒 但若是現今的政府 無法有足夠的勇氣和良心 來解決前朝官員犯下的錯誤 那麼無疑的已經成為共犯 未來也將持續有更多的人民受害 還有哪些您應該知道的真相 我們將會繼續為您揭秘 最後 願疫情快快結束 願台灣願意不再 願人人幸福快樂 許願願世界與何 人類大地又再次平衡 回歸那純真之心 回到那清靜之地 願望讓我們實現 保護自己也協助他人 不恨不慌不猜測 相信包容為彼此加油 時間會愈合一切 時間會愈合一切 抹去過往的傷痕痛苦 現在未來都等著 讓我們希望 散開心胸 為自己過火 為自己過火 來自然 否則 許願願世界與何 人類大地又再次平衡 回归那春珍之星 回到那清静之地 愿望让我们实现 保护自己也协助他人 不恨不慌不猜测 相信保容为彼此加油 时间会愈合一切 我去过往的伤痕痛苦 现在未来都等着 敞开心胸为自己过光 许愿远世界愈恒 人类大地又再次平衡 回归那春珍之星 回到那清静之地 回归那春珍之星 回到那清静之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